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传言不虚 维和防暴队不仅聚焦了中国维和警察这一独特群体 故事也跌宕起伏 专业度高 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西 欧豪等人眼的绝佳 火爆场面惊险刺激 视听体验沉浸震撼 不愧是五一档首选 直回票价 中国维和部队受国家派遣到海外 但他们发现非洲某国饱受战乱灾害 坏蛋领袖阿弥尔虽被逮捕 却没有屠杀证据将他定罪 好容易有了证人 敌人又来追杀 因此众人负责保护的兼具任务 时刻牵动悬念 扣人心弦 几位主角先目睹了当死伤惨重 触目惊心 而被捕的阿弥尔狡诈嘴脸 他不仅在法庭外声称自己很无辜 还指责白人记者不要忘记祖先对黑人做过什么 并跑轰当地某政府官员手上戴着劳力士金表 他光靠工资买不起 众多主角职责 性格各异 呈现了他们有鞋有肉的一面 队长于为东莲冷心热 负责指挥调度 非常互独自 狙击手杨正是个刺头 跟领导命令背道而驰 但他总能先开枪杀敌 丁慧聪明美貌 既是翻译官 还呵护当地妇孺 众人装甲车先遭遇狙击手袭击 还被敌人诬陷先开枪 引发当地人群起而攻之 期间 黄静于拒绝属下开枪 并努力跟暴民周旋 最终用催泪弹解决战斗 王一博跟踪狙击手在城上跑酷 并开枪打断对方手指 非常惊险刺激 随着剧情推进 队长于为东和杨正的沧桑往事被追忆 原来后者的父亲曾是队长的同事 偏偏执行任务没能活着回来 因此杨正又年时曾对队长有恨意 双方怀着一种特殊心态 加上立场不同有了争执 却在外国一起执行兼拒任务 大反派阿米尔为了自救 命令外面属下去绑架平民 干掉证人 从而解救自己 因此违和防暴队必须展开多项兼拒任务 就像解救人质那段 从卫星监控指挥到入室开枪 拆炸弹 意外情况频频突发 拍出命悬一线的窒息感 不过 于为东队长曾觉得保护嫌疑犯是错误 却听到领导和平是个方角逐的成果 只能继续执行命令 后面 他的队伍因为违抗命令 在预见定时炸弹的非常时期 采取非常手段 还曾受到领导的批评 证明和平来之不易 中间部分 违和防暴队迎来短暂的和平 队员们有人和非洲难民一起做菜 踢球 丁慧则露出罕见的甜美微笑 陪着众多黑人孩子读书 其乐洋洋的景象 令人欣慰 可惜 为了保护证人 众人的装甲车人惨遭敌人火箭筒和机枪的疯狂袭击 尤其中处西把人物的忠诚 勇敢 柔美眼得到位 却意外香消玉允 这位走出芳华的美女 她凭借金国不让须眉的走心表演 感人至深 从装甲车到房屋 水上 全篇可谓从头炸到尾 而杨振意外被敌人抓捕后 队长独自去营救 掀起高潮的终极大战 望见汉流加倍的双雄 打到了子弹最后一刻 中国维和部队的装甲车和飞机火速增援 真是燃爆 刺激 过瘾 前面是当地人民的尸痕遍野 后面王一博和黄敬瑜回国后 在墓地悼念故人 令人感叹和平不易 全篇还原了任务区的真实环境 众人和暴徒交火 护送人质也拍的火爆惊险 不愧是五一党夺冠最热门的大手比例座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扣